好 就每个人可以问问对方 你想知道的 想了解对方的问题 打个样吧 比如说龙龙 你先有没有问题想问 就是汪苏蓉打样 我没想到 我想问一下 杨迪到底怎么了 是因为刚才的唱歌没唱好吗 可以过到的 你怎么打样 我来问 嘉良姐 你为我呢 天哪 就我哥也没接好 没事 你来吧 看看你打的样打的多好 问一下老成员三位吧 新的成员跟上一季的 有什么区别 今天杨迪问我的时候说 说你们以前 第一次见的时候 也会像我们一样 就是会有一点陌生感吗 我说很陌生 我说那时候 我跟晨晨两个人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真的就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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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距离感很强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这两期以后就没有了 然后跟汪苏龙今天确实是因为 我一直坐在杨迪旁边 打歌的时候 因为以前这些题都是他出的嘛 走心环节了 能不能不要再放我的腰 今天也是让杨迪体会到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 就是家庭为他带来的压力 你知道吗 这个男人如果一点本事都没有的话 就是竹枢家门 他最拿手的那个 我以为是 好了 好了 我们冰释前嫌了 但后来就是 杨迪也有力挽狂澜 下一季也不一定是你们了 可能是我们这边新人 其实确实是第二季的好 太刻薄了 太刻薄了 不给面 周深都知道让着点我 你以为那是我真赢是吗 是让出来的 杨迪到底有浪 对 那我问一下杨迪好了 哇塞 这么这种气场 一问出来就看着不一样了 怎么样 是不是 老杨还得是你 老杨又行了 别说了 因为杨迪本身录综艺节目 就录得比较少 尤其真人秀就是 非常展示自我的 这次来《青春宏洋记》 体会到了什么 其实刚开始 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然后其实我和大家接触也会 会有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或者是有些说话怎么样的 这种方式 就是其实虽然我们几个 都是喜剧演员 但是其实我们几个人 也都无法做到 跟不认识的人一上来就很热络 挺难的 其实也挺难的 其实越是喜剧演员 越是很难的 其实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 得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现在就特别好 对 然后就其实我觉得 现在东北 沈阳 我们一个特别热情的地方 就升温了我们大家之前的这种感情 让我们更加的有清静感了 很有活力 我觉得就是像今天晚上这个 这个就真的是很开心 现在大家也知道 林杰是导演嘛 也有很优秀的作品 就之后有什么规划计划什么的 一开始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 我就想休息一段时间 而且没有未来持续做导演这个打算 但我觉得这个也许未来会改吧 也就还等休息好了就会没什么 对 准备好了就上 对 现在我基本上是在大海上漂泊 学会了翻版 然后电动版 然后冲浪 然后我还考了潜水证 好开心 天哪 因为这几年就是搞那个剧本搞得太累了 我觉得未来应该会再去想 如果我有什么感触的话 我还会再拍的 好 好 这次见范城 看还有一点点意外 就是不是平时都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吗 今天还跟我说 在座旁边说 姐 你没化妆啊 我说没坏啊 姐 你看 我这个没有眼镜片的眼镜 可好了 这个你戴上了 可管事儿了 我就是还挺注意形象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 就是头发里的 当然我觉得挺爷们儿的 因为马上要进组了 然后这是其一 其二是就觉得说 也应该做出一些改变 就是以后可能不会太向往 歌手的那方面发展 其实还是想变成演员的那种生活 我前两天看 晨晨给我们看一个片段的演得好好 演戏可以的 有天赋 就慢慢努力